这些年用影像来记录生活 让我感受最深刻的 就是在编辑视频的时候 再次观看影片中的世界和我 我发现我原来是一个对于生活 如此粗之大也之人 尽管来说我自认为的生活 事无巨细 尤其是感受力上 但还是会在生活的某一刻 忽略到当下的很多快乐 这大多 就是因为我很难活在当下造成 这是他第一次跳舞 他不知道怎么跳舞 他看起来 我想这是我喜欢用影片 记录生活的原因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他会记录下 什么样的意外惊喜 对于野心勃勃而又站前顾后的人来说 活在当下其实很难 因为人总是会为将来着急 或是为过去后悔 所以觉得滑冰这项运动就挺好的 只要着眼于脚下的路就行 过去和将来都不复存在 当下就是最重要的事 他既能成为过去 又能够变成未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太冷了今天有零下十三度的手 好久有,好久等級 很久等我剛才 好久一天 我每一會都不夠 好久你 好久沒說 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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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一緒一起去哪一路 跑步行